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额头窄的人心胸狭窄 这大大影响了他的财运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不会去考虑别人 经常会自断了贵人运 所以说在生活和工作上也是困难重重 人缘极差 基本上属于没有财运的面向 二 鼻梁他 从人的鼻梁能看出一个人的事 鼻子在面向学中代表财运 事业运 鼻头是一个人的仓库 那么鼻梁就代表了其人的赚钱能力 如果一个人鼻子看上去很小 再加上鼻梁塌陷 那么这个人不仅赚钱能力差 还存不住钱 一辈子也是庸庸碌碌 平平淡淡地过一生 在钱财方面很难得到提升 三 全鼓低 全鼓在面向中被称为全鼓 亦为全力之鼓 代表一个人气势魄力 全鼓高耸丰满有势之人 有进取心 也心大欲望强 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 早晚会获得成功 而全鼓低限之人财运极差 但是为人尖酸刻薄 极度比自己好的人 在背后诋毁谩骂 周围的人都不想与之有过多的利益交集 身边亲信极少 没有大出息 四 鼻孔大 在面向学中鼻子被称为财博公 主一个人的财产运势 好的鼻子 鼻梁挺直 鼻翼丰满 鼻头圆润 金角有收 这样的人能聚集财气 富贵无忧 但若是鼻孔朝天 大而不收 则有此鼻象的人不能守财 即使能得到家里或祖上的财产 也很快会把钱败光 少部分人有挣钱的头脑 但是花得永远比挣得多 与财无缘 到最后生活也比较贫苦 庸庸碌碌一辈子 五 山根间隙 所谓的山根指的是我们鼻梁对上 印堂对下的位置 简单来说 两眼之间的部位就是我们的山根 如果山根生的间隙 且鼻梁受削无肉 鼻准间的人 个性比较孤僻沉闷 喜欢独处 而不善于与人交往 甚至有的时候 会刻意地与周围的人 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类人大多难以继承家业 或者自己出生之前 家业就已经衰败了 如果间门处在向下凹陷的话 则说明此人婚姻生活 肯定会不理想 与配偶间的关系不好 有分离的可能 再加上本身不惜与人交往 到老时身边自然缺少人来陪伴 孤独难免 六 眼角下垂 眼角下垂大多都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 而且个性谨慎 小心 凡事都设想得很周到 形势还很温和 做事的态度也很稳健 是一个很好的辅佐人才 但这一类人 一生很难自成大业 通常都是在辅佐别人成功 眼角下垂的人性格比较阴沉 内心不光明 如果眼神暗淡的话 则一生做事不积极 没有长远的眼光 仅能维持现状而已 操劳辛苦的命 如眼角下垂眼神有力的 由此面向特征的人是天生的工作狂 过劳足 熬夜加班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但要多注意身体健康 以免太操劳让健康亮红灯 七眉毛短 颧骨高突 眉毛短且眉毛短短的淡淡的稀稀疏疏的 为超过眼睛有这种眉的人六亲无缘 与亲人之间不亲近意识离乡别井之人 短淡眉的人外出发展比在家乡当地发展的前途要比较好 从面向学来说 眉毛是面向中的饱受功 眉毛短的男人 做事情容易半途而废 容易中间夭折 眉毛短的人暴躁 缺乏耐烦 加上颧骨高的话 虽聪明但虚荣 控制欲强 且欠缺判别剖析力 而且有暴力倾向 若最近说话声音变得声音又破又响 不洪亮 且犹如大分贝的鹅公嗓 多会破财 运气不佳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性格缺点的影响 如果能够遇到波折反省自己 克服不好的性格与环境 靠自己的努力奋斗的话 更利于稳定运势和福禄 八 眼睛无神 眼皮无力 眼角下大 眼睛形如三角的人 个性较为孤僻 不懂变通 不太圆滑 内心也比较固执 难以改变 三角眼往往给人一种阴险诡诈的感觉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人的眼睛可以小 但不能无神 男人双眼无神性格 则优柔寡断 常有富人之见 此人缺乏责任感 没有担当 不能成事 在面相学中 人的双眼无神 象征着迷惘和劳碌 没有生活目标 随波逐流 只得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中 打工之命 挥之不去 爱财 但就是求财无门 如果眼睛很小 但是无神运的 那么一生流于不良嗜好 会痴迷到某一个事物上 或者某一个偏好上 而乐此不疲 耽误事业与虔诚 九 人中歪斜 人中位置歪斜的人往往 心胸狭隘极度心强 喜爱搬弄是非 却又经被小人陷害 晚年凄凉 人中歪斜说明 与子女的亲情缘分比拟淡漠 人中代表生殖系统 人中歪斜可能会因生育 才能出现问题 而没有子女 人中歪斜象征着人多淫欲 并且女子们很容易 就被这样的人所欺骗 不忠诚的人较多 包括是在工作中的责任心 也不够强 十 眉冷骨高突 眉冷骨就是眉毛 或下面的这块 骨头往前突出来 通常眉冷骨突出明显的人 个性强凉 做人做事不会低头 宁折不弯 正因为有此性格 所以一生多磨难与挫折 脾气火爆 容易跟别人发生矛盾 而且喜欢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此面相的人做事情有头无尾 没有足够的耐心 所以很难有所作为 两眉尾向下搭了的八字眉 或者眉毛中间弓起 这是贪淫多切的男人 眉毛里生弦 朝着眉头方向弦过去 这是奔波他乡 兄弟少有阴信 十一 额头凹陷 额头是一个人的俘虏功 如果是额头比较凹陷 并且额像很不好的话 说明这种人是容易得罪人的 很多时候都没有好的财气 这种人运势往往会非常的败坏 也是成不了大事的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 是没有结婚运的表现 很多时候都是独自一人 做什么都是不能够 让自己的另一半满意的 而且如果出现在寿命线上 也是容易出现夭折的命运 十二 耳骨外突 耳骨顾名思义 就是耳朵上的骨头 假如男人耳骨往外突出 说明这种男人做事情非常的认真 对待工作非常认真 头脑灵活 善于思考 做事干净利落 所以在团队里 是非常突出的那个人 不过这种男人 却有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算是性格比价暴躁 不懂得关心人 还有暴力倾向 所以这种人不值得女人托付终身 一旦遇到这种人 能不招惹 他们就不招惹他们 十三 眼神游离不定 一般来说 一个人的眼镜可以反映出 一个人的内心真实想法 假如一个男人平时看到他的时候 目光太过涣散 或者眼神不够坚定 说明这种男人比较自卑 做事不够专注 也缺乏学习精神 对于一些新鲜的事物 不喜欢接受 缺少判断力 跟这种男人在一起容易吃苦 他们对待感情不够专一 也喜欢变心 女人跟这种男人在一起 只会受苦受累 一辈子都在奔波劳累 十四 尖门突出 面向上 一个人的尖门是位于额头两侧的位置 尖门比较突出 并且和五官很违和的话 说明这种人容易得罪人 很多时候都是说话带刺 技术性比较弱的 而且不被大家看好 无论在什么方面都是平平淡淡的 但却总喜欢幻想着一夜抱负 所以这种人没有什么好的运势 一生都是平庸的 还会招惹小人 给自己使绊子 由于又不思进去 自然也是一辈子都在打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